《減肥收身》是老生上談的話題 除了自食和運動之外 更有人會尋求其他方法達到減肥的目標 近年一種名為Ossampic治療糖尿病的藥物 被吹捧為減肥藥物 還引發不少美國人前來加拿大購買這款藥物 連政府都要出手限制購買 究竟有沒有所謂安全而有效的減肥藥 是今天的健康與你一起聽聽專家怎麼說 Ossampic是一種治療二型糖尿病的處方藥物 但從臨床實驗中發現它還有其他副作用 包括增加飽幅感 從而減少進食 並且改善胰島素敏感度等效果 如果一個星期注射一次 除了降糖之外 還有保護心臟 腎臟和減少中風的好處 但是現在為何這麼多人不買 就不是因為這些好處 是因為原來發覺如果是注射了幾個月後 它的磅所要減低至30磅 所以變成很多人不是用來治療病 希望用來降低體重 不過C醫生指出Ossampic作為一種較新的藥物 除了需要避免給有甲狀腺疾病的人服用之外 其副作用仍有待更多數據 長期服用的抗藥性亦未知 而他本身亦反對將它當作減肥藥來使用 減肥不是只靠藥物 減肥最主要就是一定要靠 飲食控制和運動 如果只靠藥物的話 就是說你雖然說短暫減肥 但對身口不好未必好 因為這麼說 只靠藥物來說減低的胃口 但没有做到运动 又没有自制饮食 迟早上升回 他指出 人如果有足够的运动 身体的机能完善 即使身形略半 也未必会对健康求成影响 但至于肥胖的标准应该如何衡量 预期采用BMI 即是体重对身高的比例作为指标 医生更加建议 用腰围对身高作为比对的标准 所以最简单方法就是 比较身高和腰围 如果超过一半就不太好了 譬如很简单 我们35寸腰围 如果你是70寸高的话 即是58寸都可以的 但如果譬如说 你是上到40寸腰围 而只有5尺的话 那叫中央肥胖 即是屡外相照 变成你的肚腩大 我们怕肚腩里脂肪也是凝聚了 而对于想截食减肥的人士来说 他就有这样的建议 每次飲食也不太厉害 譬如说如果我们想 一个月减1、2磅的话 只需要每天减少100至200卡罗里 即是说吃少碗饭 那不是那么难做 还有就是说 最重要是有些东西真的不好吃 那就是薯片一包吃500卡罗里 好吃咯 好了今晚的健康原理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